戴口罩三年多,你忘记怎么笑了吗? 以前爸爸自己已经有三年多了 全球也慢慢进入了新的生活性的积蓄 而口罩也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的必需品 来到了现在,就算要你不戴口罩在大街上乱灌 我相信你也是不适应的 而在日本呢,更有人因为戴口罩而忘记了微笑 你相信吗? 近日就有日本公司推出了微笑教育课程 帮助日本民众如何摆出灿烂又不时尴尬的微笑 此课程名为笑颜欲 自从去年10月日本放宽口罩限制的消息传出后 参与此课程的人数就急剧上升 今年3月,口罩另解除后,参与人数更再度飘升 今年2月到4月,参与该课程的人数跟去年相比 翻倍了4.5倍 前来听课的79岁奶奶也表示 自己在新冠肺炎期间没有机会和别人见面 也没有机会微笑 如今自己再次感受到了微笑的重要性 而参与课程的人都会先进行伸展运动 接着以手持静止的方式调整自己的表情 直到露出自己满意自然的微笑 这类型的课程在女性当中相当受到欢迎 这个新闻听起来蛮有趣的 不过话说回来,我们大马人民有忘记微笑过吗?